那天下午我在花蓮美轮山的新兴路南向车道 跟这辆北向的十轮萨士车交汇无怨无仇 被喷到的当下挡风玻璃布满红点 我还想着可能对方是不小心的 回家看行车记录器才发现他故意伸出头对准我 和恶劣的表情拍得清清楚楚 人建议提高肇事逃逸回顺和公然侮辱 当然就看留有多少证据 目前备案完成了就等侦查结果 槟榔汁 槟榔渣 甚至说土坛 还有烟蒂 然后口香糖这些东西都算是我们的废弃物 那在27条就有讲到说 如果要随地土坛 土槟榔汁 槟榔渣的部分 是有一定的罚则的 那罚则是在废青法的第50条的第一项第三款 那如果有属实的话 有找到行为人的话 可以裁罚1200元到最高到6000元以上 幻子非常非常接近 dusеля自家国旅客 κα了 好 我们说